你们几个 静静点 好 还有你们几个 去那边看看 知道了 我告诉你们 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们吃饭 是 知道了 行来 你们两个跟我去那边看看 来 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保镖了 来 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保镖了 算不算保镖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 从白鸟到大转 再到电台 要说起来 你应该算是老队员了 对 应该说是参加猎王人之后的 第一次战斗 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是第一次 你说会不会不来了 咱不在这儿白等呢 既然说了 他就一定会来的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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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一会儿 他也不在这儿白鸟 那这儿白鸟 你不在这儿白鸟 他也不在这儿白鸟 是 他也不在这儿白鸟 你不在这儿白鸟 是 还要干吗 走 小心 给我睡 是 你 每个人 你 你 你 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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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我 我 是 我 我 走 走 啊 分头捐 是 走 少子 你没跟师父在一起吗 我光顾着你开战机队了 老梁没回来 你照顾好小弟 我出去看看啊 你等会儿 你干什么去 师父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告诉你 我啊 跟上他们了 而且还找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这一次是把他们给吓跑了 可是下次要再行动呢 亏三爷那边 估计不敢让咱们再给出包苗了 目前也只能让亏三爷先出去躲一躲 至于那几个人得赶紧想办法 尽早除掉他们 我给西田下挑战输去了 你说什么 你以为你们江湖门派打架斗殴呢 等来等去也没什么时候啊 你说挑战就挑战的 你太低估西田的智商了 你太低估西田的智商了 就算你下了挑战输 西田也可以按照你的挑战输 给咱们设下陷阱啊 你等一等 勺子 你是说你给西田下了挑战输 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高明的主意 但这个呀 是一了断的机会 你等会儿 我说的对不对 咱们想找西田吧 他何尝不想找咱们呀 大家在这儿玩捉迷藏 还不如直接来个了断呢 这太胡闹了 这也没准是个好主意 师父你不要听他瞎说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逻辑 讲道理 反倒缺少了变数 我想 只要我们精心准备 这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再说了 挑战输是咱们下的 那么战与不战 我们都有主动权哪